本台报道 您还是首富 季氏集团CEO 季先生 我传 季先生与白婷婷女士 宣布一件 骇人听闻的大事 快快 季先生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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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是真的吗 季先生 请问您和白婷大小姐 白婷婷婷 请将只是过属时吗 我对结婚和女人不感兴趣 还有 我再说一遍 所有女人 不要靠近我三明神 啊 让一让让让 让一让让一让 双双你看清楚 这人就是你此次下山寻找的改命之人 名还是济世总裁济行止 季行止 长得还挺好看的 你二十六岁的大劫将至 要想打破诅咒活命 就必须和他结婚 啊 师父 为什么破除诅咒非要结婚啊 而且必须和他呢 双双呀 你虽自幼在道观中长大 但你命中尚有不甘 总归属于尘事件 至于为何必须要与此人结婚 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好 季行止先生 请您跟我结婚吧 季行止先生 请您跟我结婚吧 什么情况 哪里来的疯女人 我不是什么疯女人 我叫白烧烧 我知道这样 可能对你来说有点突然 但是请您相信我 我是艰辛的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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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难为情啊 亲一个 这是怎么办 那是亲的 好 好激烦 这个是后条啊 记住 这里都是记者 注意现象 把他给我轰出去 是 你听我解释 季先生 季先生 白家人在里面等着呢 我们走吧 不去 他在学做出回应吗 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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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日后如果有人写 一模一样的铜钱来 你且记 一定要还这份恩情 这铜钱 你哪来的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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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既行只造都造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爸 查到了 那个女人叫白双双 就是她缴了季总的姓氏 所以季总才没有来 白双双 老公 难道是你那个天煞孤星的女儿 哦 我说怎么看着那么眼熟 原来是她 这灾星当年渴死了她妈 我听了大师的话 把她扔在了狼山 她又活回来了 早知道这样 当时就该把她掐死 爸 我可是要嫁给季行只的 你可千万不能让那个灾星 坏了我的好事 放心 我们白家的好事 没有人能坏的了 我再问你一遍 这半霉铜钱哪来的 这是我师父给我的 你师父是无为道长 对啊 你认识我师父 我师父跟我说 只有跟你结婚 才能破我活不过26岁的诅诈 爷爷啊 你是让我报恩 可结婚这个要求 也太过分了呀 所以 可以和我结婚吗 不可能 可是 只有和你结婚 我才能活命 跟我有什么关系 也是 对不起 打扰你了 我让你走了吗 正好 我家缺个女佣 你的意思是 一人凶我留下了 如果不再七点前打扫完 主管姐姐慢死 你怎么在这 好白啊 季先生 你这个时间不是在参加晚宴吗 我在扫地 我说过 我的房间女人不能进 你不知道 没人告诉我呀 对不起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滚出去 我还差最后一点就扫完了 马上 我让你滚 好啊 陈秘书 有机来 我和您心中下要叫人揍我吧 不行不行 我记得网上说 你叫我 回来 还愣着干嘛 把他拉走啊 好 季先生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别生气啊 季总 你嘴角 白霜霜 日后若是有人写 一不一样的铜钱出现 你切记 要还这份恩情 把他拉走 季先生 我真的知道错了 走啊 反正我一会再也不亲你了 滚 他居然敢亲戚先生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就这副穷酸样 还敢妄想当季太太 就是 能做我们季总夫人的人 那得多人情 所以 季先生不愿意和我结婚 是因为我穷 可是 六百多也不少了呀 都过我在山上活好几年了 唉 好吧 看来想要季先生和我结婚 还得先中钱 你听说了吗 今天下午 身家千亿的知名投资人 黎鹤女士 将在明海酒店 举办招商活动 外界都说他身患重病 看来真是病得不轻 嘘 你小声点 身患重病 他这么有钱 我要是救下他 要一百块 不对不对 一千块 应该够了吧 好宝贝 赚钱靠你了 外婆 你身体情况最近不太稳定 医生说需要多休息 哎呀 知道了 还没老呢 怎么这么啰嗦 哎 哎 林鹤女士 哎 没有邀请函 不得入内 邀请函 没有邀请函 就别在这里挡路 这里可是七星级酒店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 啊 你这个人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难听 你知不知道你面前站着的是谁 白家大小姐白婷婷 我们白小姐愿意跟你说话 已经是你八辈子孝来的夫妻了 白家 白婷婷 你说姐姐 你说说 你怎么打我 你这个扫子星 就谁姐姐呢 你这个扫子星 就谁姐姐呢 就是 你个土包子 也不擦泡尿罩罩罩自己 还想拍我们婷婷家的关系 我告诉 白家小姐只有我一个人 你白双生 跟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 我警告你 不要骚扰季星纸 白婷婷 你不讲道理 道理 我告诉你 我就是道理 住手 行纸哥哥 行纸哥哥 你怎么在这里 行纸哥哥 你不知道 刚才这个人非要应闯 我不让他进 他就打我 我没有 给你半个小时 你要再不回去 你就不用回去了 把他带下去 不是 为什么呀 金先生你也不讲道理 行纸哥哥 白叔叔 看来 要给你点颜色 强行 让你长长记性 纪总 这是我们查到 关于白小姐的所有资料 没想到 白小姐竟然是白中的女儿 不过 十八年前 她被人算出是 天煞孤星之命 白中就把她丢到了狼山里 白小姐命大 被老爷的恩人收养 才活了下来 如此看来 白小姐也是个可怜人哪 所以 那天白婷婷才会刁难她 你请喝茶 爸 爸爸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双双啊 白双双 我在师傅那儿 看过您的照片 我认得您 这财星 居然留在了记忆家 爸 您怎么不说话呀 爸 您喝茶 我记得当年把你丢进山里 你怎么害你 你这扫白心 现在出来 又是想害谁呀 爸 我不是扫白心 我是您的女儿 女儿 你一个走哪儿 拿倒霉的灾心 浑身上下 吼着一个穷酸物 有什么资格 做梦白家的女儿 婷婷说的没错 我的女儿只有 第一个 你这倒霉玩意儿 磕死了亲妈 我只后悔 当初没有亲手枪 妈妈不是我磕死的 师傅给我算过 妈妈是因为 爸爸你见死不救 我才死的 找死 爸 你为什么打我 别叫我爸 你这野种 最好离我远点 别把你的晦气传给我 明明我也是您的亲生女 你为什么不认我呢 白双双 你还不知道吗 人和人生来就是有差距的 而我生来就是白家的大小姐 锦衣玉食 容华富贵 而你 就是阴沟里的老鼠 让我来 吸吸你的晦气 我季家的人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季先生 好久不见 你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你们等一下 我没说话 下次 你就没这么做 气我不是有一套吗 怎么在别人面前不说话了 变哑巴了 季先生 闭嘴 我不是来看你的 恩 恩 什么 平常在我面前话这么多 白叮叮一口一个灾星老鼠 你倒是反驳呀 让他这么欺负 你是储货 不是灾星 看看 又是这个倒霉样子 我看他们说的也不错 你这个样子 真的像灾星 我不是灾星 我是天将祥瑞 我很聪明 也很优秀 我只是身负祖证 才会过不二十六岁 等我解开祖证 我会向你们所有人证明的 请您出去 你赶我 我现在不想跟您说 你出去 那 喝了 你就好好伺候她 只要生米成了熟饭 还怕她不跟你结婚 那女人那么生气 是因为我说她是灾星吗 季总 上次宴会招待不周 今天我特意带小女来跟您道歉 季总 顺嘴一说反应就这么大 什么麻烦 要不是看在爷爷的份上 你受祈福跟我有什么关系 季总 你没事吧 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啊 要不 我扶你回房间休息吧 我刚刚是不是太凶了 季先生也许就是随口一说 我 我凶了他 他肯定更不愿意和我结婚了 不行 我得去和他道歉 季先生敢给我下药 什么声音啊 季先生 怎么就突然欺负了呢 我是来道歉的呀 而且亲的时间 而且亲的时间是不是有点长啊 我们都还没结婚呢 季先生 你会和我结婚吗 要是结婚的话 亲亲更久一点也没关系 不可能 我说过 我永远不会结婚 不结婚还亲亲 还 这么久 渣男 不行 我得问个清楚 跑得还挺快 讨厌 白双双你居然敢坏我的好事 这是你自己在找死 等我相信 准备动手 知道吗 黎鹤女士将为同性公益拍卖会的开幕式剪彩 她真是太有钱了 上次钱没赚的 这次一定不能出意外了 白小姐她出门了 李总 要不您先回去歇歇吧 您的病最近又恶化了不少 不了 钱财马上开始 不能耽误 可是 您现在的身体 没事的 我能扛得住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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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快叫医生 我来了 啊 你是谁 还好 问题不大 你要干什么 救人啊 哎你你别吵 师傅果然没骗我 这阴阵真的有用 啊 你干什么 这话应该我问你了 你要干什么 是不是知道你面前的人是谁 说是你担当得起吗 我刚才怎么了 扶我起来 啊 是你救了我 你现在感受一下身上有什么不同 哎 我这腿不麻了 这浑身轻松了很多啊 谢谢你 小姑娘 你的救命之恩 我离鹤记下了 以后你需要我帮忙的 随时跟我说 哎 哎 李秘书 嗯 再给这个小姑娘一张支票 作为医药费 是 李总 嗯 支票 是什么呀 嗯 我不要支票的 您直接 给我现金行吗 你现在要多少 直接开口就行 哎 真的吗 啊 那我想要 一千块 小姑娘 我没听错吧 嗯 我 我真的不是讹您 我想了这么多钱 是因为 我想和一个人结婚 但是他特别特别有钱 然后我听说 我也得很有钱 他才会跟我结婚 所以 如果您觉得一千块 有点多的话 五百 五百也行 小姑娘 刚才听你说 你想要嫁给一个 非常非常有钱的男人 嗯 你说 他叫什么名字呀 他叫 记行指 记行指 嗯 就是他 我想起来了 嗯 我在新闻上见过你 你叫 白双双 对吧 嗯 对呀 这模样 生得倒是好喜 不错 不错 放心 记行指 阿婆帮你搞定 他要是敢不跟你结婚 阿婆 就帮你消毒 真的吗 阿婆 当然了 对了 这个班指 你拿着 就算是阿婆送你的见面礼 要是行指 那个臭小子敢欺负你 你去用这个班指 摔到他脸上 哈哈 谢谢阿婆 不用谢 时间不早了 我还得赶回去拖地呢 就先走了 拜拜 哈哈 我要多一个孙媳妇了 季先生要是欺负我 就把这个班指扔他脸上 太好了 这下就不怕季先生再羞我了 等手 救命啊 救命啊 季总 好在要量不大 已经没事了 谢谢 敢比我下药 配家好大的担子 季总 百家那边 我去处理 先不起 什么 季总 白小姐一直没有回来 什么 陈秘书 季总 双双小姐的手机定位 显示在城外郊区 她去那里干什么 糟了 很好 今天这个女人必须死 但在死之前 我要你们好好折磨她 最后 好的 白小姐 请放心 长得挺白眼啊 想不到 白老爷挺狠的 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要争取 别这么俩了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你们让我去提醒 等不及了 不是能脱了什么眼啊 你是谁 醒了 老子就喜欢醒的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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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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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 换你来换你来 我换一换 还是皮肋 救命 你别过来 你不要过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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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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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白双双 谢谢 你来救我 嗯 白双双 什么 被救走了 老爷 老爷 大大小姐是 是季总连日派人查到了位置 带了好多人 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呀 一群废物 爸 怎么办呀 再这么下去 季行指肯定要被他抢走了 你还记得吗 上次季总就是进了他的房间 没关系 黎鹤不是季行指的外婆吗 她一向听黎鹤的话 搞定了黎鹤 害怕进行指的合议 季总 白小姐的外伤其实没什么大碍 但是 她这突然昏迷 情况有点很古怪 我现在 在哪里 白小姐 您现在是在季家 哦 对 是季先生救了我 怎么个古怪法 这 没弄清楚病因 很难对人下药 季先生 我不是多病了 不用吃了 很好吃的 怎么吃 结婚 你觉得我很好骗吗 我说过 我对结婚不感兴趣 无论是谁 我不可能 也永远不会结婚 可我的时间不多了 你要去哪 回山上 回山上 我的时间不多了 活不了多久了 我想和师父 还有师兄师姐们 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光 等你的病好了 爱去哪去哪 但你在我季节一天 我就不会让你死 接下来的时间 你就待在这里 我会找最好的医生 来给你看病 你又不喜欢我 为什么偏要叫人 给我治病啊 难道 闭嘴 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 人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 神秘书 没有我的允许 白双双不允许里面放现 是 啊 啊 你要觉得无聊 就收拾一下 跟我去趟晚宴 现在 你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连头都没洗 爱去不去 还有十分钟 十分钟 十分钟 十分钟哪够啊 我 待会把礼服给她送进去 好 明明就是想邀请双双小姐 和自己一起参加晚宴 怎么话从季总嘴里说出来 就变了个味道呢 怎么还不出来 季总 管家那边说 礼服穿起来有些麻烦 会花费些时间 但双双小姐很适合玩礼服 她穿上一定会非常漂亮 就那个矮冬瓜 没有多漂亮 我来了 哈哈 漂亮吗 也就那样吧 你就不能说点我爱听的吗 季行驰啊 你耳朵怎么这么红啊 闭嘴 跟你有什么关系 陈秘书 开车 这是这次黎鹤举办慈善宴会的邀请函 拿好 多谢吧 乖女儿 一定要把黎鹤哄得高高兴兴 你和季行驰的事能不能成 可就靠她了 爸 您就放心吧 我这次啊 我这次啊肯定能哄好黎鹤女士 彻底把那个相伴了踩在脚下 嗯 呵呵 季总 公司董事会 对这次合作 十分看重 但现在 李女士那边 显然对我们 没那么满意 尽力展现我们的诚意就好 是 你们要跟黎鹤女士谈合作啊 公司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今天你当好花瓶就行 我不是花瓶 也许我能帮到 一个班尺 能帮到什么 你仔细看 你怎么会有 这个啊 是我救了黎鹤女士之后 她亲手给我的 说是能代表她的身份 嗯 救了她 嗯 什么什么的事 外婆根本没跟我提过 你不给我惹麻烦就是万幸了 怎么可能和她老人家扯上关系 双双小姐 您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情 李季总和李总关系 季总不可能不知道 你啊 大概是一双骗子了 你们怎么都不信我呢 近年 你以为跟黎女士搞好关系 就能跟我结婚 错了 我救黎鹤女士 只是为了救死扶伤啊 我白双双行的正 做得直 从来不动外心思 当然 甚便占点小钱 救死扶伤 你别告诉我你还会医术 你瞧不起谁呢 你要是救了黎女士 我现在就跟你结婚 好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嗯 你怎么不下车啊 你先进去 在大厅门口等我 我跟陈秘书说那事 呦 我说怎么老远就闻到一股穷酸味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 白婷婷 怎么又是 你走开 我忙着呢 呦 还忙着呢 哈哈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 是明海市知名女投资人的慈善晚宴 可不是你这种穷鬼能进的 我有邀请函 为什么不能进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有邀请函 哦 我知道了 你这个邀请函是伪造的吧 还是 偷别人的 果然是下等人 性感些上不了台面的购物 哎 婷婷 你不要喧喉喷人 我就喷你怎么了 你就是扫兴 垃圾火 臭穷鬼 还想参加今天的晚宴 也不看看自己 你 你什么你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给我赶出去 你把谁赶出去 你把谁赶出去 林女士 你怎么在这儿啊 您可是今天晚宴的主角 可千万别累着了 麦高采低无耻之急 哼 你也知道 我是这场晚宴的主人 当然了 我知道这场晚宴的档次 像白双双这样的穷鬼 是绝对不能进去的 哦 可是 他有邀请函 为什么不能进 他那个邀请函 还是假的 像白双双这种档次的人 怎么可能会受到邀请 不过您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进去的 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给我赶出去 我看谁敢 你来说 这邀请函是从哪里来的 这邀请函是别人给我的 笑死人了 这邀请函可是千金难求 什么人能直接给你 我听主吗 白双双 你问了这个邀请函 不知道跟那些老男人说了多少次 凭什么污蔑我 李女士 他自己都说了 这个邀请函不是他的 是别人的 您说 要是没点什么见不得人的利益交换 谁会把邀请函给他呀 李女士您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让这种人 脏了您的眼睛 闭上你的臭嘴 闭上你的臭嘴 李女士 您为什么打我呀 你还有脸问 谁给你的胆子 敢当着我的面欺负双双 哼 李女士 白双双他不过是一个打小不受待见的灾心罢了 您是不是被他给骗了 哼 是不是被骗 我自己清楚 倒是你 空口无凭 无人清白 白家就是这样教女儿的吗 李女士 我可是白家的大小姐 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区区的灾心这样指责我 什么灾心 你给我听好了 我只说一遍 外婆 您怎么在这里 我 白双双 是我离合的救命恩人 什么 嗯 救命恩人 她竟然真的救了外婆 外婆 外婆 你是她外婆 啊 是外婆 那我上次当着离你去说的那些 星纸 我的恩人上次说要跟你结婚 你为什么不同意 我觉得她挺好的呀 我 我 外婆 好好好 好好好 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主意 我不多插手了 但是我看见双双我就喜欢她 李总时间差不多了 知道了 那我先去忙了 你陪着双双双到周围转转 不用了我不用了 不行 必须要行之陪你 不然又被人欺负了 还愣着干嘛 快点啊 走吧 李总 少爷好像还是第一次带女伴参加宴会啊 这臭小子 可算要开窍了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李女士是您的外婆 所以才说这些话 她刚才是不是误会我们的关系了 你觉得 你跟我什么关系啊 是 我想要结婚 但是季先生 不愿意和我结婚的关系 我对结婚不感兴趣 那你在车里说的不算数了 你要是救了李女士 我现在就跟你结婚 我刚开玩笑了 你紧张了 这宴会马上开始了 跟你去布布庄 嗯 好 这个女的是谁 竟然能离季总那么近 不知道啊 她好像是季总今晚的女伴 什么 季总不是一向不带女伴的 谁知道呢 你说 季总这么破天荒 头一回都带了个女人来 她不会就是未来的机会 不容易搞得咬尖喊 却被你害得什么都干不了 白婷婷 你这个贱人 白婷婷 怎么很意外啊 你是跟屁虫吗 我在哪里你就跟到哪 你勾引记行尺啊 败坏我在李总面前的形象 早该想到我回来找你了 我没有 还敢狡辩 好啊 你钱敢还手 还挺挺你不要太过分啊 你们俩做什么呢 啊 您肯要为我做主啊 白婷婷她打我 阿婆 不是这样的 您听我说 太过分了 就是 太过分了 真是该打 阿婆 我 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 白婷婷 得罪了李总 你死定了 白婷婷 你在我的女儿 女儿在的欺负双双 我看 你根本没有把我们李家抱在眼里 李总 你看清楚了 是白双双她刚才打我 够了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双双 来来来 外婆看看 双双 你怎么穿成这样 这件衣服 阿婆越看越不顺眼 你跟他们不一样 阿婆就喜欢你 穿得简简单单的 走 阿婆带你去换身衣裳 李总 还站着干嘛 还不快滚 走 白双双双 换血的衣服 我待会儿叫人拿来 放心 这是阿婆的底盘 不会有人再欺负你 进去吧 慢点啊 看 金先生 你怎么在这里 外婆让我来送衣服 哦 这样啊 那 那你可以把衣服给我 有什么好等的 要哪没了 我说话没人把你当眼 哼 哼 李总 这要是不是不太好 我孙子 小心肠弯弯绕绕 扭扭练练练 不上点猛药能成吗 你 七先生 你怎么还在这儿 外婆让我在这等着 哎 你们有钱人的饮料都这么好看吗 喂 别喝 啊 这饮料怎么这么难喝 不是饮料是酒 我酒品超差的 啊 你放手 别冲我衣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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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都让我看一眼吗 就是一眼 可以啊 嗯 白双双 你酒品真差 嗯 白双双你 不许长 听我说 你个王八蛋 什么 都怪你 都怪你 我以后就算死掉了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 白双双双你闹够了 嗯你 嗯 我觉得 你喜欢我 我 喜欢你 嗯 你喜欢我 但是为什么 就是不愿意和我结婚呢 追站住 别跑别跑 站住 别跑 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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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双双 离我远点 这是为你好 这么多年 嫁进姬家的女人都没什么好下场 我妈也因此而死 白双双 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你也知道 我不想跟女人产生什么联系 你小子说什么胡话 你不会 还在担心那件事吧 哎呀 哎呀 我跟你说过了 当初真是意外 你母亲那件事 我 我们也没想到啊 可是外婆 我母亲死了 但继瑞泉这个肇事者还活着 你很在意这件事 不怕 错过人生中 更重要的东西吗 在解决仇恨之前 她不会放过任何我在意的人 您知道 白双双她是无辜的 哈哈哈 我就说 你喜欢那个小姑娘吧 我 无关情爱啊 我只不过 还有些良心吧 哎呦 你呀 好好的努力 争取早先弄款 季瑞泉 再结个婚 让外婆抱上重孙 重孙 嗯 重孙就不必了 哎呦 你个嘴硬的东西 你就继续傲呗 不行 这个绝对不行 我得先去稳住 我的孙媳妇 昨天季先生 到底要说什么来着 我怎么睡着了 哎呦 为什么不愿意结婚啊 双双 外婆 这是 双双 你看 这卡里有五千万 还有这是车 这是别墅 这些你都拿着 跟季行指结婚怎么样 不行不行 我不能说 季先生知道了 肯定会骂死我的 哎呀 给他十个胆子 都不敢 你就收下吧 啊双双 要事嫌不够 你想要什么 只要你说 阿婆 阿婆肯定满足你 哎 不是阿婆 您的心意我领了 但跟季先生 结婚这件事 不是我能决定的 虽然你喜欢我 但季先生他 他喜欢你 他肯定喜欢你 他不喜欢我 他不愿意和我结婚呢 愿意 等过阵子 哦 过阵子 他肯定愿意跟你结婚 他不愿意 他说了 他对结婚不感兴趣 那是他瞎说 他口是心非 他愿意的 来 来 拿着 拿着 你们在干嘛 啊 拿着拿着 你们在干嘛 我不要了 行指来了 这是 啊 这不是 上次双双救了我吗 我给双双 准备了些礼物啊 给你你就收下 又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千万 不贵重 对呀 收下吧 快 都怪那个白双双 害得我得罪了黎鹤 现在这行指 肯定更不喜欢我了 我能怎么办 不止白双双 这记行指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毛头小子 在记家家主的位置上 坐久了 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 姬老爷 您说 是吧 白老爷 您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姑娘 不能被那个灾心 白白欺负了 姬老爷 您也不能看的那个毛头小子 在记家家主的位置上 在记家家主的位置上 我太久了吧 看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所以 你 记老爷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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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我一个 外婆送你的东西 还是不享受 因为外婆误会了我们的关系 所以才送我这么多 这是误会 不能说 卡里五千万 你救外婆的时候 不是说想要很多钱吗 嗯 我想要钱 是因为想跟你结婚 我听人说 你的妻子必须要配得上你 所以我才要去赚钱的 但是季先生 我发现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你 这些是我自己的原因吧 也许我不该问 但是我还是想说 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结婚啊 哪怕是跟别人 啊 季先生 你不会是头 啊 不好意思 季总 这人突然冒出来的 怎么了 老爷 你先回家 我去趟公司 嗯 这里是私人领地 贤大人的 不得入内 睁大眼睛看看 这可是季家二老爷 气行指的二叔 为眼里见的东西 滚 爸 小贱重 你居然还在这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让你活到今天 是我这个当爹的尸痴 我今天就是来清理门户的 我今天就是来清理门户的 为什么 从我出生起 你就把我丢在山里不闻不闻 现在又要来杀我 对了 我今天就是来杀你 你这个灾星 把我们家庭里害惨了 我不是灾星 那是你奉剑迷信 你混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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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双双小姐 记行指在哪里 胡畅 你这个将主 你以为这里是季家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样 还是你觉得 这个兴机的小子会来救你 跪下 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是季家的二老爷 季家真正的家主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双双小姐 我问你 记行指在哪里 我知道 不知道 我告诉你 当年记行指的母亲 就是死在我手里 如今 我要想杀了你一如反掌 我再问你一遍 记行指在哪 我知道 老子 等等 白老爷 留着他还有用 双双小姐 张嘴 你给我吃了什么 不听话 就会万重钻心的好东西 走 你给我吃了什么 哈哈哈 这是 毒 姬 谁欺负你了 我知道那人的身份 季先生肯定会去讨个说法 不行 那人很危险 不能让季先生去 啊 我 我自己不小心弄的 我 我自己不小心弄的 没事吧 妈妈 没事 这是妈妈自己不小心弄的 哎 你说 姬夫人这都是第几次被二爷的人羞辱了 多大仇啊 二爷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 要不是夫人生下了季上 这季家的家产 可都要落在二爷手里了 她能不恨吗 哦 倒也是 是吧 不准说我妈妈 我听说今天有人打了门口的佣人闯了进来 白双双 你知道是什么 我 我不知道 白双双 你不适合说服 我真 没关系 我可以叫人查 我 我伤口有点疼 你能不能陪陪我 我知道你可能不愿意 但是我 好好休息 这么好说话 正好拖着他 你难道他出什么事 鸡先生我想吃苹果 鸡先生削苹果的技术真辣 嗯 你那么凶干嘛 削的烂还不让人说了 因为你是谁啊 霸道总裁吗 你看 蛋了吧 嗯 嗯 还是鸡先生销的好吃 对了 我想吃 打鲁囊 打鲁囊 你说的披萨吧 嗯 嗯 反正就是那种 带馅儿的大饼 嗯 其实鸡先生人挺好的呢 趁着鸡先生再忙 我再试一紧 啊 那个人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怎么连师傅给的银砖都没有用了 他之前说 不听话 就会万重钻心 不听话 他想让我听什么话 鸡总 查到了 那天条件记载 伤了双双小姐的人 是鸡瑞泉 果然是的 嗯 双双小姐 披萨马上就要做好了 鸡先生人呢 听说好像有急事 去找鸡瑞泉老爷了 鸡瑞泉 他去找鸡瑞泉做什么 难道他知道了 不行 我得去看看 来老爷就这么说定了 好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哎 哎 你站住 你不能进去 我当是谁这么大的火气 原来是我可爱的大侄子 二叔找我有什么事 只说就是 欺负女人 算什么本事 哦 女人 是那个白什么 白双双 哦 对对对对 白双双 双双小姐是吧 是季先生让我来接你的 我们走 啊 他得罪了白老爷 我教训他 这完全没有问题呀 可这丫头实在太酱了 这脸都被打肿了 却一个字都不说 就这个酱劲 就跟你那个早死的妈 一个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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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 来人 我给你指教明路 把你和离世的合作项目让过 做梦 哈哈哈哈 放开 放开我 带过来 放开 买双双 季总 季星旨 你想好了吗 季总 和离世的合作非常重要 董事们都很在意 完成了这个项目 您在季氏的地位 就彻底稳固了 季先生 我说 别提他的 他不会放过我的 季先生 对 季星旨 想好了吗 季总 大侄子 大侄子 看来你已经做好选择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真遗憾哪 双双小姐 听说你想要 嫁给这个男人 你看到这个结果 你不感到失望吗 哈哈 也对 围绕在季星旨周围的女人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该庆幸 他没有娶你 否则 我有万千种办法 让你死无葬真之地 这就是季先生 不愿意结婚的原因吗 哈哈哈哈 白白了 双双小姐 白老爷 太好了 老子今天终于能弄死你 去死 啊 白老爷 季星旨 你敢对白老爷下手 季星旨 他妈弄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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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妈弄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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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先生 白叔叔 白叔叔 给我干死他们 怎么样了 季先生 双双小姐现在情况很危险 能不能熬过去 就看今晚了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为什么这么傻 要救我 季星纸先生 请您跟我结婚吧 等你醒了 我们就救 废了 废了 你爸的手废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你爸说今天要杀了那灾行 甚至呢 到了晚上 你爸爸就住进医院了 双双 又是白双双这个贱人 到底要把我们家喊成什么样子才满意 你 都是那个白双双 都是因为他 他现在在哪儿 来人 现在快去给我查 怎么样 双双小姐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 但他身上那个奇怪的病症 似乎又加重了 我们用了什么药都没有效果呀 你是明海市最顶尖的医生 连你都没办法 双双小姐病情本就蹊跷 现在又受了重伤 她的身体情况已经糟糕吐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已经联系了我的老师 有他在 说不定还有转机 这也不说话 这是 我的房间 我不是提起星之挡了刀吗 现在 若是察觉身体不对劲 可借皇甫之力 观测自身寿命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是祖称 不行 我不能再痛了 我得想些办法 你要去哪儿 去一个不麻烦你的地方 说什么傻啊 啊 我是不是弄疼你 啊 啊 鸡先生 你突然这么说话 我还有点不适应 我是问你疼不疼 不疼 啊 你是说伤口 伤口 我怎么感觉生血了 你帮我看一下 嗯 鸡先生 你看那边干什么 你先把衣服拉上 拉上 为什么要拉上 你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生血了 我一会儿让护士帮你看 哦 好吧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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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耳朵怎么又红了 闭嘴 哦 你我说过等他醒来就和他结婚 只是结婚这件事就这么提起 会不会太突然 嗯 鸡先生对我的态度还是不冷不虑 结婚的时候肯定还没 但那月的时间 那也不很多 要不 回去找师傅吧 那个 鸡先生 还是我先说吧 鸡先生 感谢你这段时间的招待 当我的时间不多了 该离开 感谢你这段时间的招待 当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想上山找师傅 不许 为什么 你现在刀伤没好 还得了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怪病 不适合做动 我 我刀伤没事的 再养几天就好 至于那个怪病 我不想吃了 我想回山里找师傅 不治了 回去等死啊 我不是去等死 我想回 我请了 我请了最好的医生 一会儿就来 乖乖给我待着 我不要 我想回去 鸡行迟 不许 说不出我喜欢听的话就别说话 季总 介绍一下 这位是明海市最年轻的医学教授 穆许 穆先生 季先生您好 师兄你怎么在这里啊 有何 小师妹 好久不见 季先生 您说的病人 不会是双双吧 嗯 穆先生 和双双认识 对啊 穆许是我的师兄 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比我青哥还要亲 青梅竹马 季先生 我先给双双整一下脉 请二位 再见回避 嗯 双双 这里没有外人了 我接下来问你的问题 你要老是回答我 笑什么笑 师兄 我现在怎么样 是不是祖祖开始了 对 我的命令之人 也就是刚才你看见的季先生 他不愿意和我接 我的时间不多了 只想回去找师父 问问他老人家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师父他现在不在山上了 就算你现在回去了 也找不到他呀 那 那我只能等死吗 怎么会呢 肯定有办法的 真的 嗯 我行医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疑难杂症 我没有见过呀 也许不能帮你根治 但缓解缓解 拖延拖延时间还是可以的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他怎么在里面这么开心 季先生 我已经给双双整过脉了 目前刀双可控 但是身体非常虚弱 我这几天准备好药膳 给小姐调理一下身体 来 张翠 怎么样 嗯 哦 好好吃啊 季先生 你快来尝尝 海鲜粥超好吃 无聊 怎么又什么气 这就是你们磨了三天的资物啊 再叫垃圾 就给我滚蛋 不好意思 季总 不好意思 季总 滚 是我的错觉吗 季总这段时间怎么越来越凶了 季总 咖啡 白双双今天怎么样 白双双小姐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精神也不错 早上吃了沐先生准备的药膳 下午和沐先生一起在花园散步 听说两人还盘算 改天一起出去野餐啊 行影不离了是吧 嗯 差不多 要不要提醒一下沐先生 让他和双双小姐保持一下距离啊 他跟谁走得近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吧 可您这样子 看起来好像很在意啊 沐先生 你回来了 你不休息 在这里干什么 有没有闻到什么香味 回去休息 我今天已经休息很久了 我不累 你先回答我 香不香 知道你煮了粥 对啊 我听陈秘书说啊 自打上次师兄煮了海鲜粥 你的心情一直都怪 是不是因为没有吃到粥啊 哼 别装啊 我就知道你这个梦葫芦 肯定是因为那天忙 没时间吃到超好吃的海鲜粥 所以才生气的 对不对 没关系 我给你煮了一碗 快尝尝 你觉得我会因为一碗粥生气 不然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个人可计较了 哎呀 快尝尝好不好吃 吃啊 怎么样 是不是超好吃 该怎么喝的提结婚呢 嗯 怎么了 你看着我干嘛 没事 白双双 有件事 我想告诉你 白双双 我有件事 我想告诉你 嗯 其实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和你几 季董 你手机落车上 我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没有啊 我们刚才没有说什么 对吧 嗯 那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啊 哎 陈秘书 我煮了超好吃的海鲜粥 要不要尝尝 不了不了 我还有事 您和季总先聊 先聊 哎 哎 你别走啊 你刚才要说什么 没什么 怎么就没什么 你不是有件事要告诉我吗 我 嗯 季总 季总 你最后有事 公司那边 有点急事 没事 你先去忙吧 季先生 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嗯 好吃 啊 嗯 喂 白双双 还记得你母亲 喂 白双双 还记得你母亲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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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别的师兄师姐 都有妈妈 就双双没有 谁说的 双双当然有妈妈了 那我的妈妈在哪里 我好想她呀 等长大了 你就知道了 白婷婷 明天上午十点 地址我发你 我就知道 你这个蠢货 一听到你那个贱妈的消息 肯定批电批电跑过来 正当你的狗眼 看清楚 是这个镯子 也是这套衣服 啊 干什么 这个东西现在在我手上 想拿走 问我了 你要怎么样才能把它给我 白双双 我还是发现 以前的我 真的是太善良了 居然想知道你一死了之 可是 折磨你的办法 我还有很拨重 你想干什么 跪下 很好 不听话是吧 哎 别撒 赶紧给我跪下 白双双 你还是跪着看 比较顺眼些 我已经跪下了 你可以把遗物给我了吗 哎 我说过要给你了吗 你还想怎么样 对啊 我还想怎样 让我想想 不管是记性指 还是梨鹤 他们都喜欢你这张脸蛋是吧 往自己脸上划一刀 这个手镯啊 我就还给你 真的 真的 好 没关系 脸蛋有什么重要的 不就是划一刀吗 没关系没关系 能换来妈妈的遗物呢 现在 你可以把玉蟲还给我了 白双双 你下手可真够狠的 不过 你真的很好骗 不过 你真的很好骗 你说什么 白双双 你怎么这么蠢 我这么讨厌你 怎么可能把这个人想完了 你怎么可以骗我 还天天你不讲信用 信用 像你这种下等人 也配跟我讲信用 你这个骗子 我就骗你怎么了 白双双 现在 只是个开始 我不要了 重新出发 更好 我 都睡 别着急哭啊 好戏 还在后头呢 好戏 还在后头呢 不要 不要不要 对不起 对不起我错了 这是我妈妈留下 唯一的东西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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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让她死掉了 被我渴死了 我去擅心 都怪我 和小兔崽子胡乱说的 双双是好孩子 双双不是可行 你妈妈很爱你的 虽然她现在不在了 你仍然是妈妈的宝贝女儿啊 真的吗 双双的妈妈是为了让双双 在这个世界上快乐生活 她呀就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呀 所以呢要阳光快乐地活下去 这样妈妈才会安心的 来人 把她的腿给我打断 丢进山里 把她的腿给我打断 丢进山里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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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废物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追 是 金董 金董 看 双双小兼的手机信号显示就在附近 我们走 你怎么在这里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 你的伤还没好 怎么跑到这里了 别人欺负你了 白家又找你麻烦了 坚持阴魂不散 陈秘书 季先生 请等一下 这是我和白家的事情 请您不要插手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永远依靠你解决所有事情 我也有想保护的东西 我要自己保护灶 医生说要静养 这几天无论你有什么大事 都给我待在家里 别乱跑 可以听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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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先生 小狗 你离我远点 我对狗毛过敏 抱歉 季先生 我只是觉得他好可怜 和我一样 都没有家人 走吧 快休息吧 不要乱跑 我亲爱的季先生 我只是觉得他好可怜 他和我一样 都没有家人 陈秘书 帮我找到刚才那只狗 小狗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是来找我玩的吗 谁把你带过来的 季先生 别弄到房间 好 谢谢季先生 本双双 他怎么样了 情况现在特别差 刚才情绪波动特别大 再加上身体虚弱 刚刚又受了凉 情况就更严重了 还能治吗 救不了了 除非 除非什么 你能跟他结婚 什么 季先生 白小姐老这么说 也就算了 您怎么也这么说啊 您是不是搞错了 白小姐这是生病了 需要看医生 吃药 这结婚 怎么能治病呢 这个事情一开始 我也非常难理解 但是现在 这是唯一救他的办法 为什么结婚就能救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 我和双双 出于同个师门 都是无为道长门下 在双双小时候 我就听师父说 这病啊 在娘胎里就落下了 他必须要找到一个 体质与他一样特殊的人 跟这个人待在一起 才可根治 而且 还要跟他结婚 特殊体质的人 对 就是你 季总 我 当然了 这事也不能强人所难 季总您对婚姻的态度 我也早有耳闻 但是现在 双双未在旦夕 有些问题 只能我替他问你了 季总 您说实话 你喜欢双双吗 季总 您说实话 你喜欢双双吗 孟先生 我知道 您也不想看着双双小姐出事 但我们季总 当着媒体的面说过 她不会结婚 所以 结婚 你也听到了 我们季总不 啊 季总 这是结婚耶 结婚 对 十分钟 准备所有材料 哦 好 好的 季总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到底喜不喜欢双双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 虽然 你跟她结婚 是救我师妹唯一的办法 但是比起这个 我更希望她幸福 我希望你能好好珍惜她 并非一时兴起 你凭什么觉得我是一时兴起 这 季先生 醒了 嗯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结婚 结婚 嗯 你不是说 不跟我结婚就会死掉吗 你是我认识的寄行纸吗 怎么会没有了 这么重要的账本 怎么会不见了 当初我们和白家联手 为了找寄行纸的麻烦 就对白家开了所有权限 谁成想那个白忠仗着有权限 拿走了那么重要的账本 既然知道账本在谁的手里 为什么不去找 那次 那次白忠手不重伤 牵连重要神经 昏迷了 现在 现在白家长势 是白婷婷小姐 那赶紧去找白婷婷 可是白婷婷小姐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现在白家的人也在找 我们的人也在找 我告诉你 这个重要的账本 要是落在寄行纸 那小的手里 咱们都得完蛋 知道吗 赶紧去给我找婚 对 哇 你看那个男生好帅啊 对啊对啊 又有这么帅的老公 真是太恐怖啊 对啊对啊 你说他们俩以后的孩子 也超漂亮吧 那肯定啊 帅哥美女就是姚姚 结婚就是这样的吗 不要炫养出去 哦 这就结婚了 可是 感觉我的身体情况 并没有好转 难道 是要过几天才能看出效果 纪瑞泉还在 结婚这件事 暂时不能炫养出去 否则他就危险了 白双双 嗯 结婚这件事 只能你我知道 你得给我些时间 等以后 你怎么了 沈秘书 快通知穆大夫 怎么会这样 没事吧 师兄 情况怎么样 一点都没好转 师父明明说过 只要你们俩结婚 就会变好啊 怎么会没用呢 还有别的办法吗 现在根本没办法了 到底哪一步不对 可能 这就是命吧 就这么放弃了 昨天还在信誓旦旦 今天就低头认命了 真没用 才不是 我只是 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那就别说丧几话 你要死就死 但先把婚礼了 我可不想刚结婚 就当官夫 你放心 我要是死了 绝对不会拖累你 那最好 我 这人怎么这么讨厌呢 说话这么难听 确实 齐总 你上次让我们追查的账本 已经有消息了 白庄把它藏在了 一个农户家里 我们的人正在前去 继续查 是 等等 这不是爷爷留给您的遗物吗 你把它给我干什么 爷爷李子锦说过 无为道长行踪不定 但见了铜钱 就会现身 你派人去查 无为道长的行踪 以铜钱为信物 把白双双的事情告诉他 是 再帮我定一个 规格最高的保险箱 今天下午就要 齐总 你是要保存什么重要的文件吗 把结婚证和护钩本放进去 确保白双双拿不到 啊 白双双 那个贱人没死 小 小姐 我们在找到她的时候 她就已经在齐总身边了 这 这条小事都做不好 一群奋头 小姐饶命 季刑痴 又是季刑痴 这个小贱人 凭什么一次一次命这么大 凭什么 他为什么不突发 我即死掉 小姐 小的听人说 白双双身患重病 好像活不了多久了 什么 是几家女佣传说的消息 说是上次与您见面以后 就身患重病了 而且 连名誉目许都没有法子 我怕活不了多久了 当真 是 当真 那我就送她 最后一程 书双小姐 白婷婷在门外 说要探望您 白婷婷 双双 现在是非常时机 现在人等就不要让她进来了 没事 让她进来 双双 之前你俩的事我都听说了 她这次来 肯定没安好心 你可以不见她 没事 师兄 慢点 师兄 正好我和她的事 也该有个了解 那你有事叫我 嗯 你放心 我们又见了 这不是来看看你吗 听说你病了 都快要死了 我呢 特意过来看你最后一 顺便 给你带了个礼物 做你最后一场 这个场景 是我出生那天 没错 就是你出生那天 你妈那天在手术室里面九死一生 爸和我妈在外面私会 你知道 那天爸是怎么说你们娘俩的吗 爸说 如果不是因为你妈那个贱女人 她早就跟我妈在一起了 如果你妈能生下个儿子 就留她一条见面 如果不能 就把你们娘俩丢进深山里面 自生自灭 不过可惜呀 你那个短命的妈死得早 只能留下你这个灾心 在深山野灵里面独活了 所以 就算没有诅咒 她终于开始就把我丢掉了 对吗 那不然呢 白双双 别以为现在季行指对你有好感 你就能赢得过我 你那个短命的妈 连自己的男人都看不出 你这个小短命鬼 凭什么能忍得过我 笑什么 白婷婷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什么意思 要不是你说了这些 那这些仇和愿 我要怎么和你议算呢 你什么意思 白双双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动不了了 来人 白婷婷 你一直自诩自己娇贵尊贵 如今被我这个香巴佬 知过在这里 什么来着 白双双 你敢动一下我试试 这一巴掌 是我替我死去的母亲打了 一个女人办法有些良心 都不该在另一个女人受生育之苦时 和她的丈夫私会 我说过 是你那个妈自己看不住男人 是她 怎么 照顾主 难道还是妻子的错 白双双 你母亲若真是一个民事女 早该离白中远一些 而不是怪罪一个早死的女人 掩盖自己的丑形 你 白双双 你还敢打我 这一巴掌是我替我自己打的 我使用多次 可你依旧不依不饶 对我肆意欺辱漫漫 白双双 你就是个香巴佬 浑身上下 扑着一股子穷酸味 你就是个臭虫 垃圾 活该北马 你活该 这 这最后一巴掌 是我替我和死去的母亲一起打的 我母亲活着的时候被丈夫背起 死后她的遗物出了你危险 挟破她女儿的理由 欺辱我 折磨我 白双双 你该打 白双双 我跟你拼了 你 白双双 快放开我 你 白双双 快放开我 快放开我 啊 啊 啊 吉总 留的这本账册证明 吉瑞泉涉嫌农用公款的事实 证据确凿 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通知警方 等下次和吉瑞泉见面 就该是在访庭上吧 这些天辛苦你了 不苦不苦 那什么 吉总 无为道长回信了 无为道长回信说 正在往无为风赶 让我们带着双双小姐 去无为风 等她回来了 再想办法 师兄 你就直说吧 我还能活多久 我跟你说了 你就是不听 现在白双双被赶出去了 可你的病 又加重了 果然活不了多久啊 师兄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回无为风 很 iron 基先生 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 是我这辈子度过得最美好的时光 再见了 季先生 如果又来世 你一定记得还要娶我呀 怎么突然想回去了 也没什么 就是有点想家 而且 也不想死在他面前 为什么不想死在他面前 也没什么 就是 我觉得他看到我病史 会很难过 我不想看到他难过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为什么这么说 也没什么 他对你那么好 你喜欢他倒也正常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每次难过的时候 他都会陪在我身边 让我开心 虽然他那张嘴 说话气人了点 但是现在想想 也没那么气人 那你不感觉遗憾吗 如果在临死之前 能有喜欢的人陪伴着 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我不害怕死掉 但是 确实也很遗憾 毕竟才认识没多久 就要告别了 这样真的很遗憾 不知师父是否回来了 师父 师父 季总 查到了 只有白婷婷 进过双生小姐的房间 然后没多久 沐一生便带着双生小姐出去了 至今未归 白婷婷 又是她 季总 那我们 把白家涂水漏水的证据全整理好 交给博水局 顺便约好车 跟着我 追上沐许的车 是 师父 你怎么回来了 你都变成这样了 怎么不联系师父 我不知道怎么联系你 师兄跟我说您不在山上 所以 还好 有寄行指这小子 是寄行指联系您的 那可不 好了好了 我来给你看看卖 怎么样了师父 你不是跟寄行指结婚了吗 对啊 怎么这辅助文思不动啊 哎呦 我也不知道啊 莫非 少爽 你老实说 你跟寄行指那小子 那个 那啥了不 那啥 那啥是什么 师父 现在都这个时候了 有话不能直说吗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你们原房了吗 原房 师父您之前没说过呀 你真是个鱼目脑袋 我跟你说结婚 你就真只结婚是吧 嗯 夫妻夫妻 夫妻在一起 没有夫妻之实 叫什么夫妻呀 啊 竟是这样 啊 啊 啊 季先生 你怎么样 季先生 我们原房吧 季先生 我们原房吧 你看我这个沙徒儿 静止啊 多多见谅啊 季先生 你不要看师父 你看我 看我 我没开玩笑 原房 你懂吗 就是 就是要有夫妻之实 啊 好孩子 这一路追来 不容易啊 天子不走了 赶快歇息去吧 这里有我巫尾道长在 爽爽没事的 师父 为什么呀 你刚才不是说 你的沙徒儿 你先听师父说呀 小许啊 你带季晓勇和陈晓勇 先去休息 哎 二位请跟我来 师父 你 师父 你刚才为什么要拦我呀 不是你说要原房吗 夫妻之事 能像你这样直接说的 笨蛋徒儿 你听师父的 来 你口闷了 师父保证水到渠成 真的 你怎么进来了 你忘了谁给你看看 你要干嘛 约约方 嗯病成这样怎么还喝酒了 嗯嗯嗯 贴心智我也要跟你约方 你生着病怎么还在想这个 白双双 你放开 我不放开 你放开 金星 我不想死 我今天回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 我可能会死 死掉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 我就好难过 我真的好怕 他以后再也见不到你 我心晕 我真的不想 尤其是我阿杰妞 很好 很好 我就很想 很想和你在一起 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而且一直在一起 那你喜欢我吗 喜欢 我也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继续吃 我好喜欢 好喜欢你 无法去替代 害怕你离开 就算是真平白 你依然会在 嗯 起来了 别弄 我好累啊 快点起来了 道长叫你三次了 再睡下去 做个午饭了 别吵 啊 午饭 现在几点了 十二点 啊 完了完了 午饭午饭 啊 啊 怎么样 祖祖果然解开了 真的 那么 我能活过二十六岁了 我去二十六 像你这泼猴性子 活到八十都没问题 太好了 我能活着小老太太了 杰先生 我能活着小老太太了 恭喜你啊 小老太太 哈哈哈哈 杰先生 传闻您今天有要事要宣布 方便透露一下吗 外界传闻您隐婚 请问是否属实 请您说一下吧 杰先生请您回答一下 哎让人来 哎 这不是上次强文记 他怎么还在这 可能还不死心吧 这样女人可多了 可是此才对结婚和女人不改进去 看他与杰先生那么近 一会儿肯定要被杰先生骂死 各位记者朋友 有幸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的太太 杰夫人 白双双 啊什么 什么 有太太 太太 太太 哎 什么她 现在就说 不是说要过几天 婚礼 将在一个月后举行 希望大家按时参加 插播一条快报 白氏集团因财务造假 其时记掌控人白中白婷婷妇女 已经移交有关部门 据悉 二人和纪氏家族 纪瑞刑 还涉入一场刑事案件 有关部门正在积极调查 本台将持续关注 纪氏集团董事长 纪行指 要与白双双小姐 下月初一 在维亚群岛举办盛大婚礼 本台将全球直播